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通缩和通胀对生活的影响 这个通胀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的货币太多产生的通胀 就是流通货币太多了嘛 就是通货膨胀 为什么流通的货币太多了 是经济发展了 货币超发 然后流通的货币变多 然后物价上涨 好吧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现象 这种背后悲哀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个人的收入的上涨 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比如这些年来 如果你是工薪主 你会发现 我们平均工资涨不到两倍 但房价涨到了二十倍 所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是普通的工薪主 你怎么折腾 你会发现都比别人好羊毛 你再涨不如人家的东西涨得快 你说难受吧 那有一部分呢 如果很早很早的 比如两千三千的时候 买了几道房子的时候 他就享受了这种时代的红利 他的资产得以保值和增值 这就是通胀 这个通缩呢 就是对路来的 通缩是经济下行 消费低迷 大家都不花钱 钱都在银行那存着 然后市面上叫流通的货币减少 就叫通缩 通缩是流通的货币变多 然后大家都不消费 因为物价自然会下跌 那很多人认为物价下跌挺好 但是你忘了一个事 更悲催的一个事 什么悲催的事 就是通常我们老百姓的 收入的下降速度 远远超过了物价下降的速度 所以这个是很悲 很悲催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明白 背后这个逻辑 通说按道理来说 物价便宜了 关键是我们的收入减少 减少的更多 比如说你家有一个人下岗的 对吧 物价下降20% 你家收入下降50% 那谁能受得了 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 房价大跌 现在虽然房价没跌 但是房价有价无事 没法卖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你说你90%的 我们炒个中产 为什么叫苦异的中产呢 我们家90%的财户是房子 结果因为房子卖不掉 有价无事 死那了 所以中产一夜之间就回到了物产 一夜之间返回次平 那你怎么不能不这样呢 这就是我说的 你最好是多种资产进行配置 你不要都是房产 你起码有其他的资产配置是最好的 那这样的话 你不就来对抗通说吗 好吧 我大概就说这些 其实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我不大研究经济 我推理大概就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着 我们都很悲 我们是通胀的时候 政府超发货币 超我们的羊毛 能理解吗 通说的时候 中产一夜之间回到物产 大半辈子的房子没了 那你说怎么办 多数人是这样 多数人是这样